好 朋友们好 欢迎同学们来学习我们的选修三杠三 也就是热学部分的内容 那么这个热学在全国各地的高考都是要考的 所以不同的地方它分配的位置不一样 总的来说以选择题和小的计算题为主 而且几乎在分配在前面的选择题或者是最后的选择题中出现 对于计算的要求不太高 但是对于概念的理解需要很深入 它一般来说就喜欢考领动在概念上的弱点 比如某个位置你可能理解的不够深刻 那么它往往在这个地方说下陷阱 给你出席 让你把你的措手不及 所以我们热学部分的学习会以理解为主 帮你把所有的陷阱都找出来 帮你把一些硬错的点也标出来 让你在学习的时候更加的轻松一点 理解的更加的深入一点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看我们在热学部分的课程安排 分为四个部分 分子动理论 气体的方程 就那几个方程是吧 PVT之间的关系 那么第三部分就是物态和物态的变化 最后一个是我们的热力学定义 那我们今天讲的就是我们热学这个课程的第一节课 也就是说我们的分子动理论 它讲的是我们热学的一些本质所在 那首先我们进入我们分子动理论的第一部分 也就是说油魔法测分子 分子的质定 这是我们书上的你们翻开你们的课本 你们的经验讲的就是这样的东西 下面给了我几个步骤 其实这几个步骤虽然表面看上去有七步 实际上并不那么复杂 我把七步融缩为三步 第一步就是配溶液是吧 就是把酒精啊还有我们的油酸配成溶液 然后呢把溶液测一下溶液每一滴溶液的体积 比如说你滴了50滴OK 放到一个梁桶里面 看是有一毫升 那你就知道一滴溶液的体积 最后一步就是测直径 测直径 刚才我们看一看有多少步啊 是不是从这一步到这一步有五步啊 实际上没有那么复杂 我们来看看这五步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 是不是这样做的 首先我们配完溶液测完油机的体积之后 一层一层的来 首先我们要往一个桶里面倒入水是吧 倒完水之后怎么办 就是水 在水上面是不是要撒一层废纸粉啊 要粉 撒完粉之后是不是要往这个粉上面 滴油啊 这是我们的第三步 滴完油之后是不是要在我们这个 溶液的上面盖一层玻璃板啊 这是我们的第四步 盖完板之后 我是不是要看看这个油膜的面积是多少啊 所以我在板上面再画上 我们这个油膜的大概一个轮廓是吧 就是我们的第五步 滴完轮廓之后是不是要把这个玻璃板拿下来 或者通过别的手段是吧 要看看这个油膜的面积是多少啊 再通过这个面积是不是 再结合我们前面两步的知识把我们最后的结果就求出来了 所以你在想实验的时候 你想想清楚一点就可以了 就是我们一定是要先配溶液 把每一滴我们这个溶液的体积 它中所包含的油酸的体积弄出来 OK 就比如说我一毫克的一毫升的 比如说我是一毫升的油 配三百毫升的酒精 是吧 那也就意味着我的油的比例是三百零一分之一 那么最后我测出来 一毫升有五十滴是吧 这是我们的第二步 那就得出一滴的体积 再除以三百零一是不是我 一滴那个溶液中的油的体积啊 这是我们一开始要做的准备工作 然后怎么办呢 下面就是测吧 测就是按照我们这个一步一步来 加水加费子粉加油 加油到加板加板再化 化完之后再算就OK了吧 那我们直接看一道高考的原体怎么做的 我们的一年全国的理论试题 就考了这么样一道热学的测我们分子指定的问题 它给了你很多步 你看这几步怎么弄的 有五步 我相信你们的手上的纸板脚印上 肯定是有这五步的 看这五步应该怎么排序 OK 我们来一步一步看 首先第一条是什么 第一步是什么 第一步肯定是倒水 是吧 他说的是倒水加粉是吧 第一步 第二步是什么 我们看一看 第二步是不是冰油啊 就是把我们这个油滴 滴在我们的 我们的费子粉上是吧 是我们第二步 第三步是什么 第三个是什么 计算 计算肯定是放在最后的 是无所谓 看第四个是什么 第四个是什么 配溶液测体集是吧 配溶液我们刚才说了 一定要强调 配液是要放在第一步走的 对吧 第五个是什么 第五个是什么 要放板是吧 或者说盖玻璃 那么这几步关 这几步我们简化的写下来之后 是不是我们的设计 就非常的明确了 首先是配溶液 所以把四要放在第一位 是吧 配完溶液怎么办 是吧 测体集 我们在配液的这一部分 已经做过了 是吧 下面就是倒水 倒水是第一步 是不是第一步 加费子粉 倒完水 加完费子粉是吧 往上面滴油是吧 油把这个费子粉给冲开了 然后才能测到体集 滴油是我们的第二步 然后怎么办 滴完油 看到这个面积了 你还不知道面积是多少 要盖上玻璃 然后加个什么纸 格子纸什么的 把这个大概的轮回要画下来 就是盖波 或者说放板 就是我们的地步 到这一边 我们的实验部分 搞定下面就是我们的计算部分的吧 就是我们的三 所以顺序就是我们的四 一 二 五 三 二 二 五 三 对吧 我相信同学们在我们的一 二 五 三 这几条都不会出问题 可能出问题的就是这个配液 这个配液是在前面还是后面 有时候可能会算糊涂 你记住一点 你熔液都没有配出来 你怎么进行下面的实验 因为那个油是你在熔液配出来之后 才去滴的吧 这是我们的实验步骤 你只要记住配液在前 滴油在后就OK了 下面就是我们的计算 这个计算是很简单的对吧 首先我们来看看 一毫升的油酸有五十滴 那么一滴就是一除以五十 是吧 我们再继续 我们要求的是这个油酸的体积 但是我并不是所有的都是油酸 它只有三百零一分之一是油酸 是吧 再乘一个三百零一 还没有结束是吧 是不是我的面积是零点一三平方米 我刚才求出来的是什么 我刚才求出来的是我们的体积 再除以零点一三 那么你这样做出来的对不对呢 那我可以附着的告诉你 你这样算出来的结果 肯定是一个错误的结果 一定要注意在物理计算的时候 一定要把单位先画成基本的单位 就比如说这边是什么 一方米 我们把它画成什么 一方米是多少啊 是不是一应该是十到负六次方一方米 对不对 下面除以五十再乘以三百零一 这是没有问题的 最后是零点一三平方米 不用画了 再乘以一个除以零点一三分之一 那么这样一求 就是得出这个答案多少 五乘以十到负十次方 答案就是这个值 那么我希望同学们干一件事情 这道题做完之后 你要大概的把我们这个分子的直径的量级 你要记下来 十到负十次方嘛 一A 大概是一A的量级 或者说比纳米要小一个量级 纳米是十到负九次方 对吧 是十到负十次方 这种基本的常识性的东西 你记住之后 那你在高考就说 万一把你那天抽风了 是吧 你直接用这个式就算了 你算完就知道 你算出来的结果是很不靠谱的 对吧 让你可能寻找错误 OK 如果你算出来一个十到负十三次方 OK 我也不知道你怎么算出来的 但你看完之后 你就应该明确的知道 你自己其实是算错了 常识的 有些常识还是要记忆的 虽然不利用这些常识 你题目也能做出来 但是利用这个常识之后 你能够做得更加准确 更加的正确 好 我们刚才关于油魔法测分子直径的实验 就做到刚才那个部分 虽然那个实验很让人惊讶 通过一个非常简单的实验 我们就能抽出了一个非常小的量 是吧 但是我们的惊讶也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进入我们下面一部分的内容 这是我们阿佛家做了常数的一些计算 阿佛家做的常数从明眼都知道 NA等于6.022乘以10到23之方 各每摩尔 对吧 它代表的是我们一摩尔粒子 它所一摩尔我们物质所含有的粒子的数量 是吧 这只能用来计量我们的非常微观的粒子 不能用来计量宏观的粒子 是吧 我们一摩尔计量可能有半个地球那么大 几乎是不可能定义计量的 让我们来说这个计算吧 首先是两个最简单的计算 单个分子的质量乘以阿佛家做的常数 等于摩尔质量是吧 单个分子的体积乘以阿佛家的常数等于摩尔体积 但是一定要注意一点 上面这个公式没问题 但是下面这个公式 它只适用于我们固体和液体的计算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你可以这样想 我们的固体和液体是原子和原子 分子和分子 它是挨在一起的 堆在一起的 所以堆在一起之后 我们这个计算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气体是不一样的 气体是散开的 它每个人占了很大的体积 比自己存在的体积要大得多 所以它自己占的体积 跟自己的体积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这个计算在气体中也是有些用处的 它有什么样的用处呢 它可以求我们气体的和气体之间的距离 比如说这个公式在我们的固体和液体中 是可以求我们的摩尔质量 反过来通过摩尔质量 也可以求出来我们每一个分子的体积 同时还能求出每一个分子的半径 因为在我们的液体和固体中 我们认为每一个分子占有的是一个球形 所以三分之四πR的三方乘以NA 它是等于VL的 所以通过这个公式我们是可以求出半径的 当然我们一般来说求的也不是半径 我们求的是我们的直径 D等于两倍的R 所以通过这个公式 我们是可以求每个分子的直径的 那么通过这个公式还可以求气体 气体它的分子的平均距离 因为气体分子中我们认为 每个气体占有了一个立方体 所以它的直径距离就是D的三次方 就是每个占有的体积 再乘以我们的NA 就等于我的VL 所以通过这个公式可以求出 气体之间的距离 D等于VL除以NA 这也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OK 那么同样的 你甚至还可以用这个东西求密度 比如说我的摩尔质量 除以摩尔体积 是不是等于左边移除啊 也就是说我的密度啊 除了等于M除以V 还可以是ML除以VL 还可以是M0除以V0 单个分子的质量 除以单个分子所占有的体积 就是它的密度 是不是非常的神奇 那么利用我们这些推荐关系 我们就可以做很多这样的题目 比如说我们的第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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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llowing 小